眼前的男人看着沙发上熟睡的女友 他对自己昨晚的表现很满意 可就在他想要补充一下体力的时候 大批FBI直接破门而入 随即来人一把将他按倒在地 直接掏出一副手镯戴在了他的手上 原来这是FBI与Dia的一次联合执法行动 很快FBI就在他的家中 搜出了大量的艺术瓶子弹和现金 接下来出现的两把AK47 更是直接断绝了他想保释的机会 听闻此话的吉米轻烈的一笑 没过多久 吉米就因非法持有艺术品和武器被捕入狱 可就在他信心满满地以为父亲会捞自己出去时 父亲的一句话却将他打入万丈深渊 由于吉米非法持有艺术品和重武器的行为 父亲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 如果按照量刑标准 吉米很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可随后父亲就告诉吉米不用担心 他已经和检察官伯蒙特达成协议 只要吉米选择在法庭上认罪 那么伯蒙特就会给他争取到减刑五年 如果表现得不错两三年就会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吉米无法接受 但为了能减轻罪行 吉米还是同意了父亲的提议 可就在庭审的当天却发生了意外 尽管吉米选择了认罪服法 但法官认为吉米持有重刑武器的行为 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艺术品 因此法官根据最低量刑标准 判处吉米十年监禁 吉米这时突然意识到 自己和父亲都被眼前这个检察官给坑了 但如今事情已经成为了定局 即便吉米再怎么挣扎也是于事无本 时间一转来到七个月后 吉米在监狱内混得是风生水起 可这天狱警却突然把他带到了医务室 里面作者的正是当初坑他的检察官伯蒙特 和一名肤白貌美的女人 女人称自己是连调局的特别探员名叫劳伦 他查到吉米在监狱的七个月里过得非常滋润 不仅与监狱里的各大帮派相处得十分融洽 还在这里发展出了自己的副业 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腹的流油 不过吉米对劳伦的赞美并不感兴趣 眼见如此劳伦也不再兜圈子 直接表达了此次来找吉米的目的 原来劳伦是想跟吉米做一笔交易 他看中了吉米的社交能力 想让吉米转到另一所监狱去接触一名犯人 并从他的口中套出尸体藏匿的位置 这事伯蒙特也告诉吉米 他们怀疑此人是一名残害了14名少女的连环杀手 但他们只找到了其中一只受害者的尸体 眼下想给这人定罪 他们就必须要找到剩余的全部尸体 如果吉米能帮助警方破解这起连环杀人案 那么劳伦就可以向上头申请 减免掉他剩余的9年03个月刑期 面对如此巨大的诱误 吉米思考了片刻还是拒绝了劳伦的提议 因为已经被伯蒙特欺骗过一次的他 吉米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陷阱 听闻此话的劳伦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在离开之前将杀手的档案留给了吉米 并希望他珍惜眼前的机会仔细考虑下再做决定 吉米看着劳伦留下的档案有些失神 说实话在自由的面前吉米还是有些心动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探监时吉米对父亲讲了卧底减刑的事 不料父亲直接让吉米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那所监狱关押的都是一群精神变态 并且父亲担心如果吉米不能完成任务 那么等待他的僵尸连吊局和杀手永无止境的报复 随后父亲告诉吉米不要多想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出去的 可没想到不久后意外却发生了 吉米从继母的口中得知 父亲因为吉米的事情得了中风 现在病情十分严重 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他很有可能等不到吉米出狱的那天了 回到牢房后 吉米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劳伦走情书的话 在想到现在父亲很有可能活不过三年 于是经过了一天的思想斗争 吉米还是翻开了劳伦留下的档案 可没想到档案里面的内容却让他触目惊心 吉米实在无法想象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残忍的变态 探完档案后的吉米心中又很是犹豫 可没过多久吉米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眼下自己的父亲活不过三年 无论是为了能给父亲养老送终 还是为了替那些无辜的女孩伸张正义 吉米都决定答应劳伦提出的条件 可不料劳伦的回答却让吉米大吃一惊 听闻此话的吉米有些蒙圈 可随后劳伦告诉吉米 他可以将吉米作为候选人之一抱上去 至于能不能成就要看吉米是否配合 毕竟这份工作还是很抢手 在吉米愤怒的目光中本集到此结束 我是尹诺我们下集再见